今天教大家做一道清真多宝鱼 做这个多宝鱼首先把它的鱼塞 鱼塞大家应该都知道在这里面 然后它的内脏就是这一小块 这一小块给它剪开的 这里面就是内脏 多宝鱼两面给它改上花刀 每一面切三条就可以了 这样就行 咱们现在把这个多宝鱼腌制一下 放点葱姜 加点料就够 食盐 再来点这个十三香 或者这个胡椒粉都可以 把它抹匀一下 抹匀一下腌制个十分钟就可以 两面都要抹 咱们将腌制好的多宝鱼 放入一个新的盘子里 然后底下给它垫一双筷子 防止蒸的时候蒸不透 锅里面烧开水 冒热气的时候放入蒸锅 蒸上个八分钟左右就可以 锅里面放点葱姜 将蒸好的多宝鱼放入葱花丝 红辣椒 淋上蒸鱼吃油 浇上热油 一道完美的清蒸多宝鱼就出锅了 你学会了吗